今集我們會看的就是Walford第十八首Allegro 這首練習曲是練甚麼呢 就是練左手 看看可否手指很平均 但大家不要以為只是練左手 因為練左手是沒有意思的 如果不加上右手 所以其實是練左手 和練右手怎樣配合 最難我覺得是 有換弦 同一時間是換弓 在很短時間裏面是要做到 以及要做出來是平均的 如果我問大家應該怎樣練 可能你都會 知道萬練 如果你問我的話 萬練是不夠的 萬練你還要加上不同的節奏 這樣去萬練才有用 甚麼是不同的節奏 大家看到譜上面是六個 平均的 而用不同的節奏 就是用長短或者短長 這個節奏去練 譬如 頭六個音是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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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還有用短長短長 用這個節奏去練的目的 就是逼我們 手指 給他們很少時間 練他們的反應和法力 如果我們給那麼少時間 而可以保持到 短的音都很短 很遲出的話 那麼當我們真是拉 照平均 alegro 的話 完全不會難到我們 因為當我們經過 長短長短或者短長短 這個節奏的 這樣的練習的時候 我們學會什麼呢 我們學會怎樣控制手指 我們知道什麼時候 才是用力 我們不是 在音未拉之前 已經是用力 不是 我們原來是放鬆 我們的力是用在法力那一部分 我們不是用在 用完力 化完力之後 按實條言那部分 記住 不需要按到條言很實的 我們的力應該是放在法力那裏 我們是想在很短時間之內 做到這一下 動作 但其餘的 其餘的時間 手指應該是 不用怎樣用力的 如果大家呢 給自己的目標 可能是練兩行或者三行 是用這個方法的話 我保證你整首是不會有問題 但是最怕是你不夠耐性 你只是維持到一個小節 甚至一個小節都沒有 然後就變了 好像三連音那樣 短和長那個都差不多 我們就是要突出 嘍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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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嘍 或者嘗嘍現在 調轉用短 用短長去先行 3 2 3 如果你做到這兩樣東西 整天練習都是用長短去練習 你很自然就會平均 我們練平均要有個方法 就不是說我們慢練 就自然會低音平均 手指本來呢 如果我們 不經過這個方法去練 他不會平均的 因為他主要是 不知道什麼時候應該放鬆 什麼時候應該用力 或者那些力應該用在哪裡 但是如果我們用這個方法呢 我們就是教手指 你什麼時候用力 你什麼時候放鬆 用力只是佔很短 發力的那一下 有時候有些難的地方就是加上右手的換弦 譬如 譬如第2個小節 或者反過來 反過來 或者反過來 距離很細 比較短些 但右手有這一下 你換弦的時候 有沒有問自己 到底你的手臂夠不夠放鬆 手腕夠不夠放鬆 如果你發覺 右手按不到左手的話 我覺得九成是你的右手動作太大 不需要拉完整個手的 不需要每一次練琴都要由頭至尾練完整個手 可能只是練兩三行 甚至是兩三個小節 但如果你這兩三個小節真的做到的話 你做到這兩三小節 你自然會想不如我再做多兩三小節